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10月14号 傍晚的5点03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越秀区的解放南路 先搬机走 就是广州的北行路步行街了 也不远了,大概也就一公里吧 走过去的话十来分钟就行了 哎呦,可以看到现在路上逛街的人还可以 有点出乎意料 要知道现在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吧 也只不过是傍晚的5点钟 所以有时候啊,我看到工作宜还在路上逛街的人就比较奇怪 他们都不用上班的吗 可能这些都是包猪公,包猪婆吧 哇,这个五四头 那里就是广州越秀区的海豬广场 哇,这些包猪公,圣诞节的东西 不知不觉又到了圣诞节了 虽然现在广州的温度啊还是挺热的 看到没 大部分都是穿短袖 但是的话啊,下下过月啊 就是十二月份了 那2024年的话也差不多过完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不知不觉又到了北深了 你这个春节啊 还有一百来天吧 也挺快速了 前方这里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海豬广场 再过去的话 它是广州的会客厅 现在不是了 现在的话算是广州的第二个会客厅 现在广州的会客厅变成了 出现新城的花城广场了 那座桥就是广州的海豬桥 那座海豬桥的话很有历史 也很悠久 据说是 在逐渐上第一座跨河大桥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不能进去了 我记得我上去来啊 这里面的话是可以进去里面的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能进去参观了 这栋建筑就是广州的广交会就职 我们可以看到这栋建筑充满了欧式建筑 挺美的吧 也正因为这里是曾经的广交会 所以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啊 有着很多一些酒店 这个是广州宾馆 这个大酒店 在过去的话 这里啊 算是广州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 现在广州的广交会啊 搬去广州爬州那边了 这条路是广州的奇异路 这条奇异路的尽头 就是广州的第一个公园 广州人民公园 再过去的话 这条路啊 也算是广州城市的中州线吧 因为这路上啊 聚集了很多一些广州十分著名的景点 建筑 除了这个海珠广场之外 在在上方 除了刚才所说的人民公园 在网上就是冲山纪念堂 在网上就是月秀山 在月秀山的旁边 就是这个南越湾的地宫遗址 在网上就是这个白云山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这一路上啊 有着很多一些景点吧 黑妹 还有这条奇异路的话也是广州一条 十分具有传统风貌建筑的一条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啊 都挺美的 都是广州传统的建筑奇楼 而且的话这是奇楼啊 我觉得也是广州月秀区 显得比较漂亮的奇楼 不过我觉得 月秀区最漂亮的奇楼街 就是文明路吧 文明路离这里也不远 走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的店啊 都是卖鞋的 看到没有什么鞋业鞋店 这里好像是广州最大的一个鞋业戏场 各种的鞋各种的袜子 那条是广州十分有名的老街高地街 再过去的话很有名 现在这里变成了广州的内衣一条街了 整一条路都是卖内衣的 在路的那一边啊 就是广州的北京路了 在这里就是一条鞋街 全一条街都是卖鞋的 这里什么情况 大家观察这条鞋街 特价是有一双很便宜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鞋店啊 都是卖女鞋 因为男鞋的话比较随便 也是有做女鞋啊 还有生意做 我觉得 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吧 只要是做女人生意 都挺好赚钱的 因为女人的话是消费排行榜的第一名啊 呵 所以的话我们去到每个城市的步行街 我们看到的一些服装店啊 百分之八九十吧 都是卖女装的 看到没有 都是这些女鞋 现在的话可以看到 都卖了这些家用的鞋了 因为现在北方啊 慢慢就进入了这个初冬天了 四十块一双 都是各种的女鞋 都是女鞋 还是做女人生意好做啊 看 就单单这条街 百分之八十 都是卖女鞋 就是 因为女人的鞋 永远都差一件 这边女人的话 她的鞋 要跟她的衣服搭配才好看的 跟男人不一样 男人一双鞋 可以说是百搭的 好了 有迷失强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